四部微电影从一万多部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 夺得四项桂冠 请看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在六个奖项中 大陆微电影三颗的梦想 大树菇和爱的谁谁以及土豆侠 分别获得最佳新人 最佳剧情 最佳创意 以及最佳微动漫四个奖项 台湾的微电影 赢得最佳商业微电影和最佳人气奖 大赛主办方表示 将投入一亿五千万元新台币 成立微电影基金会 希望吸引两岸更多优秀创意人才 投入新媒体的创作 促进两岸新媒体产业合作发展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又到了我们点评台海一周热点话题的时间 我们本期节目即将点评的热点话题的内容 包括日本自民党上台之后 台湾与日本的关系将会如何发展 在岛内引发关注 20号陈水扁二次经改案 终审被判刑十年 这样两大话题展开 那么为您邀请到了台湾的点评嘉宾 台湾世新大学的游子祥教授 游教授欢迎您 李红你好 各位海峡两岸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我们第一大话题即将展开讨论 在讨论之前首先进一段短片 来了解一下相关的背景情况 日前日本自民党党魁安倍晋三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压倒新胜利 渴望回国担任首相 对此台湾外事部门官员表示 目前台湾与日本之间在钓鱼岛问题上确实存在争议 但通过以往的经验来看 安倍晋三一向对台密切友好 台湾与日本也都有意愿沟通 相信日本新政府上台后 双方应会朝着深化合作的方向前进 不过此前安倍晋三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 钓鱼岛不存在主权争议 并声称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绝不会退让 丁教授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了解到了 安倍晋三曾经对台湾表示过密切友好 当然这是台湾外事部门向外透露的信息 那么我们都知道安倍晋三已经是第二次出任日本的首相 那您觉得安倍晋三以往对待台湾方面的态度 那么这次上任之后会不会有所区别 之所以台湾会有不少人认为 安倍晋三跟台湾的关系很密切很友好 当然有很多历史原因 一个是安倍晋三的外祖父 我们知道叫做岸信介 当时就跟蒋介石的关系很好 那么当时因为美国把日本跟他串联在一起 所以当时蒋介石跟岸信介就结成了蛮好的盟友关系 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自己很常来台湾访问 不论是这个过去或是他在两次担任首相中间的时间 都曾来过台湾非常多次 这跟台湾各界的关系也都不错 所以因为这些原因 所以有人认为他对台湾的了解 比起日本其他的人物是更多的 而且他过去的家族背景 以及从政的历史跟台湾是比较好的 所以有这样的说法 不过这个说法 因为在钓鱼台的钓鱼岛的问题上 日本跟台湾是有矛盾的 所以这个问题上 在安倍晋三不太可能违背 日本这一阵子以来所发表的立场 所以跟台湾这个矛盾一定还会继续存在 另外在两岸关系上 日本也不可能违反国际上 对于两岸现状的认知 所以虽然说他跟台湾的关系是密切友好 跟台湾各界都有往来 不过这几个因素 无论他在首相的任内 或是现在再次回国担任首相 不太可能会有太大的改变 这个所以我们如果来观察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可以说台湾的说法不是完全错误的 他对台湾是友善的 但是基本立场上并不会因为他重新回国首相 而有任何更进一步的改变的 刚才您谈到安倍晋三之所以 对台湾的态度是比较友善的 那是因为安倍晋三从家族的传承来说 跟台湾有很多渊源 但是在基本立场上是不会改变的 这是您最后得出的一个结论 那我们就来看是什么样的立场 我们都知道安倍晋三当选之后 他首先表达的态度就是 钓鱼岛是日本的 在钓鱼岛问题上不存在主权争议 但是我们知道在保钓问题上 台湾方面一直有原则有主张 那您觉得就是安倍晋三 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如此强硬 而台湾方面也有台湾方面的原则 那这是不是势必会影响 日本跟台湾方面接下来的相处的关系 安倍晋三他的家族背景 虽然过去跟蒋介石是很好的关系 那可是当年之所以会很好 是因为当年是跟国民党跟共产党 还有冷战期间资本主义世界 跟社会主义世界的这个矛盾 可是后来在日本有很多人 之所以跟李登辉跟陈水扁好 却是基于一个反中的立场 所以他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冷战关系 是想要拉拢台湾 尤其是台湾绿营的人士 来作为一个日本跟美国担心中国的崛起 因此产生的那种吃味的心理 在这个情况下 希望拉拢台湾 作为他们这整个抵制中国的 这个大的战略的一部分 他是有这样的想法的 可这个想法过去确实在李登辉 跟陈水扁执政的时期 确实有的时候打这张台湾牌 是还发挥了一些效果 不过我们知道 现在台湾的执政党是国民党 而且是马英九在执政 马英九纵使是在跟日本的关系上 他希望维持一个友善的关系 马英九是绝不可能在这个大战略上 会像绿营一样去扮演一个 安倍晋三希望达成的联台 智路来希望在政治上发挥这个效用 机会不大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来自钓鱼岛 因为马英九过去长期以来 在钓鱼岛问题上 公开的私人所撰写的一些文字 立场是非常明确的 外事部门也发表了 在钓鱼岛的问题上 台湾是绝不会让步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 我们知道日本对台湾的所谓友善 也因为钓鱼岛的问题 我相信日本在钓鱼岛的问题上 最多只是嘴上可能软一点 对渔民可能容忍多一点 但是如果台湾的海巡署的船只 到达了现场 那个冲突一样是会发生的 并不会因为日本换首相 只要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 不认清这个事实 做出必要的退让的话 我相信它很难把台湾 香港跟大陆做切割的 就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来看吧 台湾方面跟日本方面 对于这个鱼权的问题 谈判了已经是十几次了 但是直到现在 日本方面也没有做出任何让步 如果说他想要利用台湾 来刺激中国大陆的方面 那似乎也没有拿出 不什么利好的消息 那么目前这样的一个态势之下 您觉得日本方面 做的这些动作还会有效吗 还会起到利用台湾 来刺激中国大陆这样的目的吗 还会对两岸关系 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就是从我前面提到的 日本也许因为想要拉拢台湾 避免两岸联手 所以可能在鱼权上 做出更大的容忍跟放松 这当然可能发生 不过由于你光是放松鱼权 你是不可能满足台湾 许多对保护钓鱼岛的 有强烈坚持的人士的 难道我们的渔船去捕鱼 它让你捕鱼 它就会让我们的海巡单位的船只 进去吗 那当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相信在台湾 跟日本的关系上面 因为有这个点 钓鱼岛这个点的存在 或许台湾不能像大陆一样 因为大陆跟日本的关系上 日本对大陆的经济依存相当的高 可是台湾在经济力上 没有办法像大陆做到一样 全面的用面的方式来抵制 所以台湾至少可以做的 是这个点上的对抗 所以我相信在两岸上面 当大陆用经济的手段 外交的手段来面的方面 强烈表达对于钓鱼岛的主权 跟对日本的鹰派的不满 而台湾跟大陆又透过在 钓鱼岛的点上的突破 我相信这件事情 日本想要分化海峡两岸 我觉得要做到这个目的 成功的机会是不大的 虽然过去台湾跟日本的友谊关系 应该会使日本对台湾 采取的手段轻一点 不过不太可能达成分化的效果 好 其实无论是点上的坚持 还是面上的坚持 其实这个都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在钓鱼岛这个问题上 对于主权的认识 这是必须要保持一致的 那么两岸之间在这个问题上 如果能保持一致的话 那么日本方面的态度再强硬 其实也是徒劳的 那这个话题我们先探讨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 有关陈水扁的新闻 二次金改案又再次宣判 陈水扁获刑十年 具体的相关情况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据台湾媒体报道20号 台湾地区最高审判机关 对陈水扁和吴淑珍的二次金改案 进行分案判决 其中原大并附华案 陈水扁因犯贪污罪 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剥夺政治权利八年 并判处罚金一亿元新台币 对此陈水扁之子陈志忠表示 他怀疑审判机关 是在政治黑手的介入下 以违法的判决来转移焦点 另据报道 台湾荣总医院日前完成陈水扁的医疗报告 认为陈水扁有抑郁症遗留症状 建议转入慢性病房持续治疗 对此台湾法务部门表示 陈水扁是否继续流言治疗 还有待讨论 在此之前 17号 在陈水扁昔日副手吕秀莲的安排下 马英九老师孔杰荣探望了陈水扁 外界普遍认为 绿营此举有意向马英九施压 对于陈水扁的这些案子来说 现在再判10年 20年甚至30年 其实对于狱中的陈水扁来说 不知道他的心情会怎么样 但是这样的一些案子 判刑是重了还是轻了 对于外界来说 似乎也已经麻木 但是对于这样的一种宣判 似乎陈水扁的家人 是并不认可的 比如说陈志忠 陈志忠就认为说 在这个审判的过程当中 是有黑手介入的 为什么陈水扁的家人 会有这样的态度出现呢 其实陈水扁在台湾 光是定验的案子 就已经要服刑18年半的时间 所以正如同李鸿说的 现在不管是判几年 因为在陈水扁 他的适用的 当时台湾的法律 在陈水扁犯案的 那个时候的法律 他服刑的上限 是只能服到20年 所以现在不论怎么判 就是18年半或20年的问题 不是刑期的问题 但是这其实也是一个 历史定位的问题 因为一件又一件又一件的案子 虽然不太会影响最终的刑期 但是却是由台湾的法院 不断地证实了 过去外界的很多 对于陈水扁贪腐的疑问 一一被厘清 果然是个贪腐的行为 所以这一次最新的 这个判十年的案子 叫做二次经改 其实就是台湾 在从事银行金融的改革的时候 为了要让银行民营化 所以很多小的民营银行 要想去并大的公营银行 陈水扁就在中间上下其手 跟这些想并银行的商人拿钱 而法院的判决等于证实了 那个拿钱与这个购买 是有连带关系的 换句话说 陈水扁利用他作为台湾领导人的权势 压迫想购买公营银行的企业 并且跟他们从中收取汇款 这个已经被法院证实了 那这么明确的事实 赃款也知道是多少数字 当事人也都承认了 为什么陈水扁的家人 还是出来讲一样的话呢 这其实也不奇怪 因为从前面的案子定验 一直到现在 陈水扁的家人 所代表的那一股势力呢 一直是用他们过去 惯用的这个方法 想要把这些事情都说成 是国民党的马英九啊 在对陈水扁进行政治迫害 可是这个政治迫害的词 来得也太廉价了 你也至少要针对外界 或法院已经认证 已经证实的那些事实 至少做些反驳 但他们现在连这个都省了 直接就套用一个简易的政治逻辑 说你看又判了 果然是你在这个迫害我 所以用这个逻辑 希望能够迎娶一些外界 还有一些国际上 不明就里的人的支持 这是他们一贯的策略 在台湾吸引一些同情票 在国际吸引一些 人权人士的支持呢 来作为救出陈水扁最后的手段 但是一个案子一个案子的定验呢 看起来他们的正当性 一步一步地被削弱 很多人根本是把他们当笑话看了 那么除了陈水扁的家人之外 我们注意到绿营的一些相关人士呢 似乎也在用不同的方式 来表达着同样一个目的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陈水扁在荣总医院 接护就医的时候呢 有一些人士呢 就把马英九的老师给请来了 向马英九施压 还有的绿营人士呢 甚至放出这样的言论说 要不然马英九 您也去陈水扁服刑的监狱 去感受一下 去住几天 那为什么绿营人士 也在这个时候 来出来表达这样的态度呢 当我们用绿营人士 来称呼这群人的时候呢 这中间有一些程度的差别 那当然以陈水扁的儿子 跟他们那一批 叫这个在台湾呢 停扁的那一小群人呢 他们的主张是政治迫害 立刻要释放阿扁 可是呢 绿营里面还有一群人呢 他明知陈水扁是有贪腐的问题 他不敢碰这个问题 所以他改成用一种人道的 说陈水扁在里面 不是过得很舒服的这种状态呢 来希望用人道的方式 再吸引一些国际的支持呢 来表达希望让陈水扁 狱中的待遇变好 甚至是让他的病痛 能够出来治疗 这个口径呢 来希望救陈水扁 所以这有两种不同的做法 但这两种人呢 都是利用 都有一个共同点呢 希望利用国际上 对人权很重视的一些人 那他们就想到了 要利用马英九的老师 这位孔杰荣教授啊 因为马英九也是一直宣称 他非常重视人权 他最近还要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搞一个人权报告 最后要请一批国外的学者呢 来审阅这个人权报告 来证明台湾的人权报告 跟国际是有对接 是有接轨的 所以其中这位孔杰荣教授呢 也是其中的成员 那民进党的部分人士 就把这个马英九的老师找来 让他去看看阿扁 然后看看阿扁的病痛啊 阿扁在他面前也要描述一下 在狱中过得不是很好啊 用这个方式想要给马英九施压 不过马英九公开地说 他也见了他这位老师 他就对他的老师说 他的立场没有改变 而台湾的狱政单位 也一直在公布相关的事实 告诉全台湾的社会 陈水扁在狱中的待遇 以一个受刑人来说 已经是远远地超过 一般受刑人的水平了 当然那些想放陈水扁的人 只要陈水扁不放出来 他们是不会满足的 这种狭阳啊 利用国外的一些人权人士 来施压的这种做法 我想也是不会停止的 您刚才谈到说 利用美国的一些相关人士 来给当局施压 也希望能够释放陈水扁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媒体的解读 就是借着这些人物 来给马英九当局施压 当然表达的不仅仅是 想释放陈水扁的目的 甚至也是想借用陈水扁的这件事情 来进行一番炒作 那您觉得有没有这样的意味在里面 这个对于那一群 想要保护陈水扁 陈水扁死忠的那一群支持者来说 他们最希望的当然是特赦 可是对于另外一群 民进党的当权派来说 包括像苏贞昌这样的人来说 他的目的其实是 利用这个人道关怀 对陈水扁有些交代 至于陈水扁会不会放出来 其实并不是他真正的目的 他的目的就是 我有做我该做的事 我对陈水扁有情有义了 做到这里有了交代 其实他们并没有真的要再一步走下去 当然这些外国人其实过去 一直在台湾的民主的过程当中 有意无意的会站在民进党这一边 因为他们总认为 国民党跟大陆走的是比较近的 他们也在这中间 到底谁利用谁 我觉得这一次看起来是绿营人士 利用了这些国际人士 希望来达成他们各自的目的 一半是要放陈水扁 另外一半只是想交个差 跟这群深绿的人交个心就够了 我想他们的目的 是利用国际的力量 来达成这样的他们的目标 好 尤教授 那我还有这样一个疑问 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 说这次当然很明显 是绿营人士利用一些国外的人士 那我现在就想问问 就目前陈水扁 这样的一个境遇和状况 还有可能引起美国方面的关注吗 因为从这些国外人士的角度看来 陈水扁他们是不把他 当一般的受刑人看 他们把他当成是 前领导人的这样的状况看 那你从世界各国的角度看来 确实也有一些领导人 犯了一些重大的犯罪之后 是有特赦这样的例子的 那当你服刑一段时间之后 是有的 所以你不能说这些国外的专家们 他们的利论点都没有根据 可是其实这些国外的例子里 大部分的例子 领导人都有至少做两件事 一 为自己的犯罪道歉 二 退还所有的因为犯罪而获得的所得 但这两件事现在看来 陈水扁是不打算做的 所以他既要用国际规格的 那种领导人特赦的方式 来让自己能出来 又不愿意造一些国际的案例呢 让自己对着台湾人民道歉自己的错误 他又不想做这个 所以当你这两个不要做的时候 我才说外国一些专家呢 他可能不是很了解台湾的状况 陈水扁完全不认为自己有犯错的 尤其他周边的人 到现在还在说政治迫害的 如果没有道歉与还钱 这两个前提呢 其实是不适用领导人特赦的 这样的状况的 所以在这一次我认为 只要这两个没做 马英九绝不敢给他特赦 马英九也不会违法的 让陈水扁保外就医 他现在剩下唯一的机会 就是在医院表示自己有病痛 不出来 大概最好的状况是这样而已了 好 尤教授 非常感谢您对以上话题 所做出的评判与点评 谢谢 谢谢 谢谢